大家好 欢迎收看泼木为货的Pokemon Go Battle 这回又是一个录博 当时录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个麦忘记打开了 好 希望这次 对吧 声音一定要调大一点 声音又没了就麻烦了 对手依然是新加坡打麻 是吧 发现他和那个 那个台湾小伙才是真正的hardcore player 跟他们打互有胜负比较有意思 好 第一轮我fighting克他的兵就他换了 他换了一个Bronzo 是非常非常刻我的Toxicroak 是吧 因为他是我Toxicroak是双倍怕那个抄 而且他那个confusion这个抄袭攻击的伤害极其高 还我在死之前扔了他一个D 属性的攻击Super Effective 把他打残了 是吧 然后换上了Toxicroak的保镖 Scamary Scamary为什么说是保镖 因为抄攻击打他身上是not by effective 结果没想到对方这个抄袭是带钢的 结果我的飞属性打他身上也不是很有效 是吧 还好他已经残了 又比较脆 我的Scamary还是将他拿下 但是我的Toxicroak 缺了他几个confusion也已经完蛋了 我换的不够快 早知道不能那坨泥巴上了身上了 好 他第二个上的是fly gun 是沙漠飞龙 是吧 这沙漠飞龙的DragonClaw恰致是非常快 但是对我的Scamary是不是很有效 而且他的那个小招 Modshot对我的Scamary也没有太大的效果 是吧 但是我已经是个半残状态了 不知道能不能拿下他 好在咱多一个盾 好 不过这多了一个盾很快就要消耗掉了 因为他的那个DragonClaw实在是恰致的太快了 比我的Scamary要恰致的快了多 好 那我的Scamary能在他DragonClaw之前放吗 不行的话 那我只能挡一挡了 不挡要死了的 还是 因为我们还是胆子很大 没有挡 结果认识剩一失血的时候 将这个Scamary放出来了 希望能将到拿下 这个Scamary也是不枉此行 拿下之后我们马上也倒下了 他Lapras出来了 我想用我的Toxicrog 结果刚一出来他的 因为只剩一失血 他一个小水枪就我喷死了 结果到Battle我的娃娃鱼 对他的Lapras成龙Lapras 好 这样的话我看他有盾 是吧 先用一个S3 勾一下他 结果后来发现失败了 对方是又看穿了我的心思 那这样的话我这个盾 看他这么快放 应该是Surf Surf的威力打到我身上 只是普通伤害 才扛得住 但是Lapras是非常刚的 是吧 但他已经降了防 我这个Earthquake打过去 他应该是扛不住的 他这个Surf我肯定是要挡的 不挡就完蛋了 我这个Cursequake 理论上是能干掉他的 但是人家有盾 是吧 考虑他有盾 他挡的几率非常大 所以我只能再甩一个SS倍 结果 哇靠 人家就是这么放飞自我 是吧 眼看要死了 他都敢不挡 反正他不知道我有Earthquake 但我也只能扶了他了 你不挡 你狠 你屌 是吧 早知道我用Earthquake 他估计要带着一个盾 他就输掉了 好 GG 这把被新加坡的大妈给赢下来了 还是没有办法 人家实在是胆子真肥 我只能说你真猛 好 下一场 还是Great League 是吧 我的阵容没变 就顺序换了一下 把我的娃娃鱼放在第一个 再不敢把Toxic Quake 放第一个了 不知道他会不会放一个超属性的上来 好 我上娃娃鱼出来了 他也过来放了一个有超属性攻击的 但是他也有非属性 搞得我娃娃鱼比较尴尬 我娃娃鱼为了Acid Spray 把Stone Edge对非属性的技能给废掉了 是吧 感觉有点划不来 所以我再又派上了保镖 Scamory 人家换上的是毒属性的 他为什么要换毒属性的 实际上他毒属性的Scam 这个小抽又是有火焰技能的 是吧 所以我这次胆子有点肥 没党 结果他还好 他没有开出火焰技能 他开的是一个暗黑技能 因为小抽又是暗黑跟毒属性的 暗黑技能打我是普通伤害 但他的小招 应该是Poison Jab 这种毒属性打在Scamory身上就是老痒痒 他只能靠他的大招输出 给了他一个sky attack 想把他干掉 结果他又放了一个 那咱们只能挡了 刚才他的矿期威力有多大 咱是见识过了 是吧 这部党很有可能被他极限反杀 是吧 好 那这样打一下 咱们用盾的数量是一样的 咱们领先一个人头优势 我这回那个娃尔鱼可没有残血 好 他又把这个小虫子 这个小飞蛾放出来了 它是Coverwin的虫处性 Coverwin的也有10%的概率 提升他的攻击防御 当然他这次没那么幸运了 在这一个sky attack 应该可以把它带飞 是吧 他没用盾的话就飞了 好 他剩最后一个虫 到底是谁 你呦 是osmereo 果然他把最厉害的放在后面 是吧 我看看能不能再把sky attack 最后放一个出来 结果osmereo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那我肯定用这个toxic croak了 是吧 来克制osmereo 但是可惜我的小招是fighting的counter 是吧 因为counter是一个很厉害的技能 所以但是打到osmereo身上是不是很有效 咱们打一下他的play rough 然后准备给他一个毒攻击 但他也有个盾 是吧 这个毒的攻击的话 估计会被他挡住 感觉我应该用那个地妈的bomb 这个能量消耗的比较小 把那个盾偏出来的 是吧 当时估计是觉得这家伙总是放弃 自我啊 老是不挡是吧 所以就来了一个毒攻击啊 结果他这回又挡了啊 他这个play rough打的我身上是普通伤害 但是威力却其大啊 最后我死之前没有放出那个妈的bomb来 是吧 这个有点遗憾 还好他只剩半拐血 对付我这个健康的quacksaw 他的我们互相的伤害啊 都是普通伤害是吧 都没有加成也没有减少啊 这次咱就不玩虚的了 你就从这点三分之一的血左右啊 咱一个地震肯定能把你带飞了 让他你的play rough秒不了我 咱的earthquake就带你飞啊 好 最后终于咱们帮回了一层 叽叽 最后还是earthquake解决问题是吧 娃娃鱼还是比较靠得住的啊 好 那这个量场硅的一个这个battle 说过啊 这对这种大佬都是互有胜负的啊 然后接着大佬还要进入ultra league 跟master league 好 ultra league的话 我记得他上次打败我是jerrytina 跟那个crisella 这两个ultra league的第一名第二名 他都放出来了啊 那这样的话 我决定把我的阵笼调整一下 是吧 那个扎心小铁同学肯定要上 那刚属性是又克jerrytina 又克在防守方面 是jerrytinacrisella都不怕 在进攻方面 咱们派个暗黑属性啊 jerrytina跟crisella有同样的弱点 都怕dark的攻击是吧 咱们这个来个阿罗拉的mark 加上我的扎心小铁啊 第三个宠就随便随便放了啊 看看放谁啊 我们这个开始搞阵笼啊 说过就这么搞了啊 第三个宠看了放的是luzia luzia算是一个比较保险的选择了 万一他有fighting在的话啊 因为哦 这必须放luzia啊 因为这两个 这两个都是怕fighting的啊 有luzia来来cover他们啊 这个这个小铁跟这个小小泥巴的啊 在fighting上的这个弱点是吧 luzia克fighting还是克的杠杠的啊 好 看看对方是怎么搞 是会不会这个双双神宠 其出力啊 我们看看我们的扎心小铁 因为他也是一个小铁啊 也是我是shiling的 他也是shiling的啊 这回是针尖对锋芒传说中的mirial match 这mirial match是有人研究过的啊 因为那mirial match 攒能量的速度也一样 小招也一样啊 那个大招如果也一样的话 那谁赢呢 那就看谁先放那个大招啊 这看出来是他先放的 那这个系统怎么决定谁先放的啊 因为在实验上我们是同时攒够能量的啊 有人研究过是谁邀请 在这次battle的啊 邀请的那个人吃亏是吧 你就会后放 一旦发现第二次我的rockslice先放了啊 估计他想用第二个技能是吧 或者他有什么别的考虑 我最怕的他的二技能是那个standerbolt啊 用standerbolt打我打这个钢是普通伤害 哎 结果他却换了换了一个兵的伤害啊 真的看来我用flash开拢是show super effective 看他浪不浪 看他挡不挡啊 他如果对我flash开拢 没有准备的话 哎 果然他浪了一把没挡啊 咱直接shuper effective把他秒杀了啊 他那个是有D属性的啊 那个mamoswai是D兵属性 他估计有D技能打我是shuper effective 然后又不怕我的小招那个垫是吧 所以这是他的考虑 但是没想到咱带了刚系大招 直接把他秒了 这样他就亏了啊 那即使他这个mamoswai 跟我这个mamoswai取胜的话 他也是亏了一个宠是吧 因为我那个把他那个mamoswai给秒掉了啊 那这样的话啊 我这个lugia相当于比较安全了是吧 因为他这个这个这个mamoswai已经残了啊 同时他的那个冰属性的那个mamoswai也被干掉了啊 我还有两个盾 他只有一个盾啊 所有的优势都在我这边 所以lugia肯定是不能上的啊 是我们的软力怪 来解决他这个小铁同学啊 毕竟软力怪的暗黑打他是中性伤害啊 他打我也是中性伤害啊 互相中性吧 那个也不被他克 lugia那是不行的啊 小招大招都被他克 他的大招还shuper effective 他大招小招打lugia都shuper effective 所以只能用软力怪把它干掉啊 他仍然是联放了两个rockside 但不要紧 咱攒了能量啊 咱们不管他上谁的一个ass spray 肯定是喷上的是吧 这个因为他可能这次看到挡还是不挡 他如果这次不挡 咱又被他 哎呦 不过他这次终于挡了啊 咱终于成功的骗他一次了是吧 但他也上了一个暗黑属性的 但他这个这个鸟是没有咱刚的啊 好我这里想多了啊 我可能想多把他的那个防御降一降 我lugia是被他克制的啊 lugia比较怕dark是吧 所以把他防御降一降 那个lugia好打一点啊 实际上是想多了 降他防御也没降他攻击啊 那个lugia的那个在进攻上面不被他克啊 只是防守上被他克而已 好如果刚才用dark pose早就赢了 以后结果发现啊 在两个asset spray下去之后 这个不用lugia出手啊 这这家伙都完蛋了啊 登登登让他给打飞了 他又是一个闪光的啊 这个这个呃 这个这个进化之后叫什么没有忘记了 反正是一个黑鸟是吧 好这个黑鸟散光型的变成一个粉 小粉了 小黑变小粉啊 好 那么奥求利格取胜 最后进入master league 啊 你看他的messie说没想到我的flash开拢是吧 好master league来了 上回我钢龙鬼龙齐出 他也是钢龙鬼龙齐出 是吧啊 这样的话啊 我再调整调整 那扎心老铁啊 刚才小铁发表老铁也得用啊 老铁对钢龙鬼龙 对鬼龙是应该能打赢啊 对钢龙打鼻子 那也够他吃一壶的 是吧 然后我的macham肯定是要上的啊 克制他的钢龙的 我想了一想不然让小铁老铁首发 最后换成了让macham肯定是吧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会把钢龙放第一个 因为我上次是用第一个钢龙啃死了他的geritina 是吧 所以说他可能不会再把geritina呀 或者是什么别的怕钢龙的宠放第一个啊 所以我上来一个macham肯定是吧 结果他还真屌啊 又来了一个闪光的lujia 早知道我钢龙或者是小铁老铁放第一个就就搞定了 是吧 那是没办法 lujia克fighting 那只能换上我的老铁 他如果有克制老铁的宠上的话 我就麻烦了 因为被锁定一分钟不能换 不过还好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换宠的意思啊 那他要lujia硬扛我的我的memento 那是想多了吧 那怎么可能打的赢呢 那咱都不用挡的是吧 对我的rockslight你是必挡啊 对你的sky attack 咱只是会微微一笑挥一挥手而已是吧 他终于换了啊 换上了这个macham肯定完了啊 是克制我的 那我rockslight打的也不是很有效 他只能换flashcanlon了啊 那打他的macham肯定是吧 但是他有盾的话 应该是没有办法 有酒他又浪又没有挡 哎呀啦 这样的话 我喵mantle的一下子打了他那个快三分之二的血了 是吧 那他这个dynamic punch打了 我肯定要挡了啊 那说不定在他的那个小招case我之前 我还可以放个rockslight的 是吧 好 这回就不等flashcanlon了 等不到了啊 他的小招伤害是比较大的 就我是shubert effective 结果我这个rockslight 虽然lodware effective 也把他没枪给打死了 他还是不挡啊 因为他最后一个盾舍不得 那只能派lugia上 那就不客气了 是吧 好 他的sky attack 我一定要挡啊 因为要死了 咱们想多活一下 活了之后有什么好处 有rockslight的 那肯定也可以把他的盾逼出来 所以咱这个盾肯定是没浪费的啊 这个rockslight 然后我还在死之前 还可以用小招多攻击他几下 我这个电打他也是shubert effective 他的小招打我却不是很有效 哎呦 我居然又放出来 一次rockslight 那这回就赚大了呀 这打他身上又是shubert effective 是吧 然后当当当当当当当 还有时间还可以多打架 他好像一直没有放啊 不知道他可能想斩能量 对付我下一个啊 下一个宠是吧 结果我在一丝血又放了一个shubert effective 的rockslight 这路径要哭了 只剩一丝血 我不知道他斩能量有什么用 我肯定不上啊 不上那个那个macham 他是sky attack 要来了 换上geritina 有久他斩了半年 原来要放个水的hyper 那还不如sky attack的 那个打我身上反而不是很有效 好 他最后一个从事钢龙 我那个去赶紧赶紧 赶紧换我的macham上 是吧 那个b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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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fighting打了super effective 你看我一打到血一掉 有结果他抢在我前面 放出了他大招啊 这样的话 看看他大招啥是thunder 我哪个去直接把我给秒了 那我的macham的大招还没放呢 这我亏大了 那我只能用geritina去硬扛 他的钢龙了 是吧 还好 他这个钢龙的健康状态比较差 我geritina也是斩了一定的能量的啊 好 他再一个thunder 打到我身上也不是very effective 但是我只剩这种三分之一的血 不知道扛不扛得住啊 只能用dragon claw 结果我的dragon claw 恰紧的比较快 我小招shadowclaw 我能量加的比较啊 他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终于赶在他3的之前 两连着两个dragon claw 带飞了他的钢龙 赢下了这场master league的battle啊 好 最后一场对台湾小哥啊 台湾小哥上次赢了我还是挺多的 他水平是非常高的啊 我感觉这里面最牛逼的就是这位台湾小哥了啊 好 我这回首发的我的azmir 他放了一个这个frostless吧 好像叫孩子们 反正是一个鬼兵属性的啊 应该是来抓我的madycham的啊 但这次我没有用madycham啊 那凭我们的能力的话 肯定是azmo超过对我的对手的啊 但是麻烦的是我的大招打他不是很有效 你看打的是not away effective 而他的招打到我身上是中性伤害啊 还好他的小招打我是那个不是很有效 我的小招打的是普通伤害 他的小招是雪 Powler Snow打我是没有太大的效果啊 但他的那个shadow shadow ball打到我身上还是比较疼的是吧 好他shadow ball又来了 他那个Powler Snow 恰理的速度是比我的那个bubble 那个恰理能量速度要快的啊 我只能用一个盾挡一挡 免得被他秒了是吧 来一个ice beam打他 他是挡还是不挡呢 好他终于也挡了 也怕被我秒 他这样打下去的话 我的小招肯定是占优势的 怎么互相用盾的情况下肯定他死啊 不过这样的话 他应该是先放啊 我肯定是要挡啊 然后待会我就不用盾了啊 就小招把他干掉就行了啊 因为他的小招是不会对我造成太大的威胁的 是吧 我留着能量 虽然少一个盾 但我实在有能量啊 我就不信他下一个能够不挡啊 好 不管他上谁 我就把ice beam给放上去了 我也没有别的选择 但这里我出现了一个失误啊 大家发现没有 我按的不够快 这个圈圈啊 没有出现三个圈啊 使得这个ice beam打了他的scamery身上像个老痒痒一样 是吧 因为ice beam打scamery是不被克制的啊 scamery是有非属性的 是吧 你看这次我使劲按了 按出了三个圈圈 这样打的话就比上次的伤害要多了多啊 他又没挡是吧 可惜啊 这个失误使得他scamery还是比较健康的啊 那我肯定不能上toxicroak了 这是被他克制的 只能上我的artaria也被他克制 那好在他只是有这么点血 我就慢慢的在他身上攒能量算了啊 我小招dragon breath的伤害非常的高啊 即使被他克制 也可以慢慢把他给搞死 是吧 我已经没盾了 他还有一个盾 我只能靠这攒的能量啊 一股脑的sky attack 倾斜到他的最后一个从事上 我是可以吃掉他两个sky attack的啊 我对artaria的能力是很有信心的啊 好 这时候来了 来吧 最后一个宠是谁 是非常关键 结果看到他最后一个是个草宠 我心里就高兴了啊 笑开了花是吧 这一把妥了啊 这一 我sky attack打了修位 effective 二 我最后那个从那个toxicroak 是不怕草的啊 草打我身上我有毒属性 not very effective 是吧 然后他即使开发了第二个技能 也是个毒性技能 打到我身上还是不行 结果发现我根本第三个宠不用出场 就把他给干掉了 他可能也是想占能量 然后来把那个大招倾泻在我的第三个宠身上 他昨天就是靠这样翻门实现极限翻盘的 但是啊 他的那个 那玩耍的是草戏小招 打在那个我的 阿塔利亚的龙飞身上 那是双倍被克制 出于二零五六 是吧 所以他怎么打过那个阿塔利亚一丝血就是死不了 结果反而他先倒下了啊 好 今天的battle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